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上的篩檢量 三百二十六位下午一樣 那明天也會全部篩檢完畢 尤其過去法律並沒有強制的篩檢 但是我們特別請得疫情指揮中心的專案 就是因為這邊有高風險的地區 那所以特別兩村全部要篩檢 同時提供這兩個村民造車大概一千兩百劑的疫苗 那分別分油分村裡來做施打 施打疫苗提升保護力 我想這個把整個社區的一個行物力提高 就是最好的一個防疫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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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